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我是Christina 黄卫轩 我是Mayho 我们现在就在Royal Caribbean的Quantum of the Sea 海洋亮子号 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在邮轮上的最后一天了 时间过得真快 真的 我们这几天体验之后 如果你们想要玩得更静心一点 有些贴士 我们必须让你知道 登船之前呢 在登记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的行李呢 都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了 确实资料都填妥之后呢 工作人员随后就会把行李 直接送到你的房门去 是不是很方便呢 不用麻烦呢 一直要退行李 那如果你想和家人女朋友联系的话 不用担心 邮轮上有提供一系列的Wi-Fi配套 让你选择 如果你有需要到的话 你可以向邮轮上购买哦 在邮轮上面所有的消费呢 都是以美金来计算的 那我就建议大家呢 可以在第一天登船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的房间账号呢 绑定信用卡 在你消费的时候啊 商品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出示你的CPAS卡 也就是房卡就可以了 而且好像这样做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的咧 那就是到了最后一天 要结账的时候呢 很简单 不需要麻麻烦烦 直接下船就可以了 不需要办任何的手续跟付费哦 当然我也知道你会说 哎呀我全家大小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张的信用卡呢 不用担心 因为一张信用卡呢 是可以绑定好几个房间账号的哦 就比如说一个爸爸的信用卡 就可以把全家人的账号都给绑了 还有还有上邮轮之前呢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TRAVOR ADAPTER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他们邮轮上也有USB插座的 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在邮轮上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 叫做FORMAL NIGHT 也就是邮轮呢 用来欢迎所有的宾客呢 当然当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搞不好还可以看到CAPTAIN哦 嗯 不过呢我觉得在这里呢 也是要提醒一下 特别是男士宾客们 因为呢在所有的主摊金呢 我们都不允许 就是穿上背心 还有短裤跟拖鞋的哦 来到邮轮的最后一个晚上 记得在十点前 把你的行李箱放到房门外 隔天呢 工作人员会直接把你的行李箱 送到Marina Bay Cruise Center 那么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下船 活摸的方便 那如果你担心隔天的日常用品 跟义务怎么办呢 记得结贷你们的手提袋跟黄宝袋哦 好 好 嗯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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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